看花木兰抢不抢先 他丢了飞镖 摸摸进场摸二吸住摸开狂暴 我第一时间没有连住他 好像很难杀了摸 好像还能杀摸 哇他抢先好慢 再摸一下 由于他的攻击力被我吸霉了 所以他技能伤害倒是打热了 但是这个攻击力就太低了 轻不动歉了 你就看到他那两个兵 A了好多下 接着往对面的红区走一波 我手里有一技能 裴青虎过来也没事 先来将连住这边小鸡 裴青虎的话 就是一个常规的红开 我这边已经被对面的小兵看到了 不过无所谓 这个鸡还是能打掉的 先打鸡 然后打河蟹 花木兰刚才好像是没交闪线的呀 摸一下 再摸一下 再摸一下 摸 哇这样也要凶我一套 但是你凶完我能吃一个兵 你就吃不到兵了呀 花木兰这边又是少吃了一个小兵 接着向天把这波线清完 这波你要注意到一个什么细节呢 就是裴青虎没有在下落露头 那意味着他很有可能会 就是刷完所有野区 来到上路接着抓我 他已经露了 这小子刷野速度好迈 但好像裴青虎真英雄 现在就这样 他就是刷的 他现在正在网终 卧槽兄弟 我在看小地图 没注意 他没有呢 好烦 兄弟把这波线清完 最好能打一个花板状态 直接踩上来摸 摸摸摸 换鞋肯定是我赚的 这波我是要月塔去强杀他的 摸一下 买个鞋 他应该是胜不了四级 往里走 A2 开黄暴 开打招 然后黄暴 你往外跑 肯定是跑不了 这波我肯定是要先往里面追的 他往外跑 他是不可能跑掉的 对面红其实马上就要刷新了 我们凶一点 可以进对面红的兄弟 花门来已经被打废了 但是我们东方耀这边 没有选择进红 接着小天把这波线清完 预购一下金色圣剑 我想进红兄弟 请求集合 这小子不来呀 他不来就算了 接着把这边小鸡打一下 其实在培青虎 你这东方耀在野区 前期随便折磨他 现在这边花阿木兰 带着二经之夜连住木兰 摸他一下 你现在进红还来的 人都打完了呀 你是南开 人家红开 你这么过来 人家打完了呀 东方耀他这边很难抓到 只能是在这吃我一波冰线 然后他再直接走了 但是这波我好像是能强势阿木兰的 慢一点清新 这也没法慢了 花阿木兰这边已经切了重剑 我没有圣剑 没有狂暴现在 等一下别着急 二经东西 我以为他会往回 接着放位移一下 摸摸 随便吃过血包 那这一波还是杀不掉木兰 请求集合 他没有第一时间直接切重剑清线 他怕我直接连住他强杀 刚才其实我伤害应该是不够的 把这边小鸡拿一下 其实这一波想去杀木兰也不好杀 最好是转线去一波中路 让木兰抢一波线权 我得吃一波双线 才能足够把圣剑做出来 没有圣剑之前 我好像很难杀木兰了 把这边中线炫一下 格线打掉 买出圣剑 OK 有圣剑去弄木兰就很容易了 接着回上五 西施这边技能空了 裴青虎来到上路 这波你看没留待上路就对了 如果选择留待上路 可能你在月塔强杀木兰的时候 就要被这个裴青虎搞一下 那接着打开这边的小野怪板 时间点已经到四分钟了 到四分钟我随便去强杀花木兰的 他们来这边的话是去了中路 切磁了我们的西施 我这里又不好支援过去了 那下一波节奏就是清完这波上线 然后进对面的野区返红 他们家红要刷新了 把这波线清完 买上一手底下鞋 往对面红去走 装备的话先买一手被歇 这几个小子他们要打着打着都撤退了 就我虎操的直接越塔了 打将子牙的时候我有点犹豫 我直接硬钢将子牙的话 我应该是把这个将子牙能A死的 我是没想到自己伤害那么高 直接给将子牙打成残血了 然后又回头去打他 导致一部分伤害没打出来 不然这个将子牙应该刚好也能弄死的 差了一点点 现在这里的话是一个三千五的经济 后翼跟我一起来上屋了 你跟我来上干什么小兄弟 也是他那个下落东风要宰那的 把这边吃点打一下 木兰还出来 这个位置乌鸦都飞机跳上来 摸他一下 别让他撅到我摸摸 射得精准了 摸摸摸 OK摸死了 他很难受 买上一手小子本 你说刚才是不是应该先反掉裴景虎的红 先蹲死裴景虎 更好一点 二镇连住裴景虎 你连到一个拿刀 直接往后撩 吃后血包 这个年头还玩裴景虎 裴景虎真的很难赢 而且他后期说真的 他比敏玥还弱 裴景虎也是 就是他的手会比射手稍微短一点 所以就很容易在没有近身射手之前 就被射手直接就A废 中路全是残血 过去看能不能收割一下 打不到 我压着飞机 这手都没动上 真浮了 不是这江子牙怎么都能追那去 我真是浮了 浮了这个老六了 下一个大招还有13秒 跨门这边可能就在中路河道 这波线也不敢去吃 我得等个大招的CD 这觉得我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强势 龚压着飞机 跳过来 对下一个二技能吸住加罗 再摸一下可以狂暴 我伤了他我好像也不好跑 他对面直接交了一个闪现追不上 完了就被两个人堵到 我好像要再摸一下再摸一下 哎呀难受啊 不过其实这局适合去带边层去打 对面这个阵容 你看除了花木兰之外 我说带狂暴怎么打这么难受 是召唤式技能的问题其实 还是召唤式技能的问题 这阵容不适合用狂暴打 四个远程英雄 他们选的一个免敌是一个软 我这选人的时候没反应过来 带个惩戒这局就舒服很多了 你整个狂暴根本就没有用了 你看从头到尾 有没有用狂暴去EV2的桥段 根本没有的 摸开狂暴摸摸 这波终于来机会了 摸进一个大招 秒掉一个大招的杀害戒拼 再摸进乌鸦 但是狂暴又有狂暴的好 像这一波你编程的话 你是干不过他们两个的 所以说这还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吧 但是我如果带惩戒的话 我估摸怎样 我这局是一次不会死的 打到现在应该是一次不死的 但是狂暴不行 各有各的好处 但是这局整体上来说 这局对面的阵容还是要带惩戒去打 对够舒服 你就打对面辅助是软辅的时候 尽量还是不要带狂暴去打 这种对拼的桥段 可能一整局就有这么一次 然后以后都没人给你钢了 但是对面是硬斧呢 你可以连着硬斧开着狂暴 硬追着硬顶 对面伤害往上冲 所以说带 所以说有硬斧的时候 带狂暴就比较舒服嘛 这位置并不成功 又被加罗点了一下 下一个一弹还没好 这个位置无压的飞机直接往里跳 采进了一个普通跟机缸二技能 随便吸一摸 莫及一个拿刀 收掉米来的鱼 刷完直接走 溜了溜了 这后一个可怜巴巴的 蓝都没了 把这边小夕一打一下 中路二台也能拆 对面已经基本上没什么关手之力的 就抓紧一波吧 蓝的话 后已经没蓝了 就不要跟他抢了 这裴青虎现在这个版本是真的难受 菊又精啊 玄策呀 还比裴青虎稍微好一点 最难受的 就是这些前期英雄里面 最难受的应该就是这个 裴青虎这个墙 裴青虎这个点 他是最伤的 受到版本危害最大的 那么这种满山 然后还是正常大吸血加红柴吧 把家里红打一下 这波队友是全部回去刷野了 我这边也回去刷 不要队友都回去刷野 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往上推 除非你的经济优势特别大 这时候你跟着一起回去一起刷一波就好 把这边红打完 但是那个猪估计还是没时间刷了 红打完 买上一手雪石头 下路接着带波兵线 对面首加能力挺强的 毕竟四个远程英雄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 最好是三路线一起往上推 这样才能尽快拿下这角线 中路这边又掉了一个将子牙 感觉这波应该能一波 我上去直接强行切掉加罗 基本上就稳了 这个位置先跳到中路去点塔 对对面米埃迪 我操摸开狂暴 再摸摸直接天点死一个 不是我的人头 自己去找加罗 这都不给我一下 这小子 兄弟我就这么连学 你都不给我 真服了 要不说为啥不带狂暴呢 你看一整局 一整局 可以说真正用上狂暴的时候 就是那波下路对线 不是下路单挑培琴虎加加罗的什么 就那么一次 就能用上那么一次 这下你就基本上可以说是 完全看着队友表演 你身目太上手了 这跟操作无关 就是 英雄之间的一个 也不能说他们克制我 就是 带个惩戒吧 带个惩戒就不会这么烦 主要是 打法 跟打法之间吧 打法和阵容之间的 你带个狂暴就是要刚的 对面没人给你刚 你狂暴就显得没用了 硬斧狂暴 软斧惩戒 看对面 对面硬斧狂暴 对面软斧惩戒 基本上都可以这么判定 都没什么问题 对面